男人怎么抱你就怎么爱你 女孩子心思细腻 想得多可能会注意很多很多细节 不知道男人拥抱你的时候 你注意过吗 我们来看看你的男朋友是怎么爱你的 看看他最多的拥抱你是哪种 一 从背面温柔缓拥 男人的拥抱方式泄露了情感心理 喜欢从背面缓拥女人的男人比较理性 他更注重与爱人有精神上的交流 所以你不要奢望他能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还是看他的行动吧 二 单臂拥住你的肩 男人的拥抱方式泄露了情感心理 在爱情上他很被动也很保守 他用胳膊拥住你的肩 就是表明他的小心 他在观望你的情绪 他很尊重爱人 在性生活中如果你不愿意 他绝不会越雷辞半步 和这样的男人相处 你想要什么一定要说出来 你自顾自身闷气 只会被他误读为你讨厌他 三 蹭你不意 拉你入怀 男人的拥抱方式泄露了情感心理 酷男也温柔 如果他喜欢出其不意的一把 把你拉入怀中 让你的脸贴着他的胸膛 他的双臂紧紧地拥着你 他是在告诉你 宝贝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相信我 我会给你幸福 在性生活中 使男喜欢男校女下的传统体位 四 他喜欢整在你的腿上 男人的拥抱方式泄露了情感心理 这样的男人有恋母情结 在情感上比较黏腻 他比较多愁散感 更喜欢你对他说我爱你 他一定是你心事耐心的听众 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 拥抱应该也是情侣间的日常吧 其实当男人抱着你的时候 我想更多是在想 有你真好 好了 小鱼祝大家开心幸福 小鱼祝大家开心的 什么 小鱼祝大家开心 也吃